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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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叫你的小朋友做功课 叫得好 如何叫得好 啊,好嘞 真的要寫下 开始做功课 最重要是个尾音 女儿真的好,又到做功课的时间 OK 哪里有哪里有 好,好,等咪,等咪 我们做完功课玩什么好 啊,我们做完功课玩什么好 不如我们一起做功课 快点做完一起落会所玩 啊,好,再听一句 是不是做完功课了 是不是做完功课了 啊 你可不可以教我今天的功课啊 啊 我想学啊 啊,我想学 啊,还有啊 啊,好,听完你那句吧 儿子,你觉得你做功课快点 啊,还是我洗碗快点呢 啊 刚才小朋友说做完功课吃东西了 我们现在是不是吃得了 啊 不如试试不交功课 看看老师会怎么对你 最后一句,哇,就很多 啊,因为你今天很厉害 所以我奖励你可以做功课 啊,好,好 就投票了 每人都一次 哇 这次是暗涌的 46 哇,这个不交功课有46 那就是说是由第一名 46票的 不如试试不交功课 看看老师会怎么样 啊 恭喜你,Daddy 最后这十句话 你记得些很好 很多时候呢 为什么我们会想到 为什么 常常人都会说 哎呀,我叫我儿子做事 不叫,不听 你叫他又会听 为什么 谁叫他又会听 我叫他又不听 原来有时候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怎么样 去到 忍也好 哄也好 鼓励也好 邀请也好 怎样说得好听 让你的小朋友 容易一点 听你的话 听你的教 听你的意见 大家刚才回想 就说了十句 这十句 没有一个是骂的说法 但是反过来 很多时候 我们第一句不听 第二句就已经骂了 你想想 哪个人喜欢被人骂 如果 你爹地妈妈 即是你小朋友的 公公婆婆爷爷 不是骂你做的事情 我们都未必那么容易 听得到这些意见 正正今天 我很想值着这个机会 跟大家分享 我们想回 下一次 如果到我们真的又再 提醒我们小朋友 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你有没有像 刚才那十位 爹地妈妈 其实如果有十个奖品 我一定送给他们 虽然无奈 没有那么多 但是反过来 如果你有这十个说法 我相信你的小朋友 一定愿意听你说 你想想 第一句 开始做功课了 他想到 妈妈你这么温柔 他第一句 对功课已经开心了 第二句 真是好 又到做功课的时间 爹地说到 好像节目主持人 一样哄我去做 第三句 我们做完功课 玩什么 妈妈再用板敷键 告诉他 完了功课 其实有奖品 他用心做 再不行 第四句 不如我们一起 我们一起的威力很大 那小朋友觉得 我在不开心 记住 做功课 是我们令到小朋友 觉得不开心 已经不开心了很多年了 你想想 由他小时候 幼稚圆升小学 你以后做功课 别使用这么多时间看电视 他对功课抗拒得不得了 功课剥削我看电视时间 功课等于剥削我玩 考试等于很残忍的过程 所以读书根本是痛苦的 他从小到大 都被我们耳鱼目染了这么久 所以今天我们告诉你 我一定会陪着你 他很开心 还有 接下来第五句 说到 是不是做了功课 就是你有一种烦 你懂得听 有骨 但你不懂得听 你觉得 妈妈也挺有趣 你明知道我还没做 你又会问 这个小朋友听到 还有一些开心的感动 接下来说 你可不可以教我今天的功课 我都想学 你知不知道 曾经我有一个幼稚园的小朋友 正正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有一天 在幼稚园的分宁EQ小组里面 整班同学 我们在讲做功课 那天真的在讲做功课 我问了这么多小朋友 差不多有八成的同学 他都说最不喜欢写中文字 但我看到有两三个没有举手 我问他 为什么你没有举手 他说 他很用心学中文 我邀请他出来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 我婆婆不懂写字 我每一天就把我学校学到的字 回去教我婆婆写 我觉得她婆婆很有智慧 我不知道他真的不懂还是假不懂 但他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那个小朋友 他很享受学写字 他觉得我可以教到婆婆 我有成功感 所以不要小看这个 教我 还有 男孩子很瘦乐 你看你洗碗筷 还是我 不是 你做功课筷 我洗碗筷 当然 我真的要调整 如果功课很长 要做一个小时 我没有理由我妈在里面假扮洗一个小时 就是你说 看你计数 这一题快 还是我洗碗筷 还可以比一比 反过来 男孩子很喜欢刺激挑战比赛 你引到他不得了 很多人跟你拼命 还有 你告诉我 做完野友 做完功课可以吃东西 我们吃得没有 你在提醒他 我们之前的承诺 就是我们刚才说 我们全功课可以吃东西 快点 还有 拿奖那句 不如试试不交功课 看老师会怎么样 曾经有个妈妈跟我说过这番话 有一次 他儿子做功课做发脾气 他真的跟他说 算了 这么辛苦 不如不要做吧 老师应该没事的 我儿子听完这句 立刻不发脾气 拼命做 他想到 我没有想过 老师可能会不开心 老师可能会生气 可能老师会生气 我只想到自己不满意 我没有想过老师的感受 当然 他都没有想过妈妈的感受 陪他陪他陪到这么晚 但他立刻想到 有人的感受介入的时候 他比较多 他会想到有人 有其他人的存在 最后一句 虽然你说好像说笑 但反过来 你想一想 你今天很聪明 我奖你做功课 你想一想 我们有多久没有奖过我们的小朋友 但反过来 我们如果有奖 我们要奖什么 我奖电话 我奖电话 我奖游戏机 奖一份玩具 但回想到 原来有时候奖品 可以是无形的 当然你说功课是有型的 有几份东西 但事实就是 你有想到什么叫奖品 有时候奖品 最漂亮的是什么 是光荣感 你想想 我不是奖你做功课这么简单 你要改一些字 你说我奖你做完功课 你帮阿妹补习 既然你的功课做得这么好 你这件事这么聰明 我奖你做阿妹的补习老师 哇 这个光荣感大到不得了 很多时候 我们经常都想 扰穿我头 都想奖什么好呢 那些玩具它有齐了 电话不能给它 电脑更加不可以 这么小一个送 奖什么呢 我想原来 现在奖的光荣感很重要 你应该怎么听 请注意 声音乐